又來到逢星期二也有教你做師傅這個環節 今天繼續請來我要做股神的創辦人師魂藝 和我們拆解一下財金的秘技 師傅有請 好 請 上個禮拜我們講了一些央行的舉動 其實就是來看利率的走向 利率一動的話 其實對於有一個特定的行業 影響性就非常之大 就是銀行業究竟央行有這麼頻繁的動作 就是你減我又減 然後你減多些我就再減給你更多的事 其實對於整體銀行業的經營環境 有什麼的改變或者有什麼的打擊 還有很多時候我們講 選銀行股 香港的股民就比較集中 四大內銀哪一隻好 或者是匯控和恒生哪一隻好 但其實還有多一個選擇 美國的銀行股都可以 就是納入為我們的研究範圍當中 師傅今天逐一拆解 先說一下銀行業 怎樣受著利率的走向不同 而有些影響它的業務呢 其實很大的影響 因為利率影響銀行 銀行的收入 其實是分利息收入 以及非利息收入 我們兩個都是要想清楚他們的分別 但是我們看回銀行業 其實最主要的核心就是利息收入 我們最熟悉的匯豐銀行 其實很久之前都說匯豐可以收息 穩賺、買樓 但到這段時間 匯豐最主要的問題 其實在2012年開始 其實不是2008年 2012年開始發酵到核心的收入有影響 之後的所有的財源或者轉的重心 其實都源於因為核心的業務 已經有一個虧損 我們經常說核心業務 或者一個銀行業的根 其實就是利息收入 因為銀行可以很多其他業務可以做的 但最主要它真是最擅長做 或者最應該要專注做的 其實就是利息收入 就是有人去存錢 他要給他一定的利率 那個就是成本 然後他去做生意的 那個就是貸款的利率 只要貸款利率是高過他的存款的利率 中間就有一個叫正息差 任何業務是利用到這個正息差去做生意的 包括可能是一些 Mortgage 啊 信用卡業務啊 借錢的任何業務 都是他的利息收入的範圍裡面 2007年的時候 我們看到一些本地銀行股 其實非利息收入其實是升了很多的 當時的不同銀行業都很多 譬如去搞牌股票啊 投資啊 管理這些資產啊 很多其實呢 比較上偏偏少少 但當時就是我們全球都要注目到非利息收入 而這些非利息收入其實不是它的核心業務 所以銀行最主要就是靠這個核心業務 如果核心業務是能夠站得住腳的話 其實那間公司是比較安全和比較穩定的 但如果真是說現在的央行 都要把利率壓到這麼低的時候 這一部分就是利息收入 會不會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呢 其實會 但也都不是一定會有立刻有的影響 因為主要一些央行去做一個調控 可能是存款和這個的利率都一起會下調 即是確保到淨利率是有一個息差 短期上為何會有影響呢 譬如以美國的銀行股來說 因為現在的資息率倒掛 在短期上 其實如果銀行本身借錢 很短期上 銀行本身借錢其實是蓋不到成本的 所以這些短期的一些政策風險 或者逢FOMC會議之前一些資息率的波動 其實令到很短期的銀行是一定的壓力 但中長期就看回一些央行 但沒有一個央行說 特意要債息不斷減 但存款不准減 這樣的情況就比較上 現在就暫時沒有發生 所以是很短期會有一個問題 中長線還要看回不同的業務 不過如果真的要在銀行股裡面去選擇 應該由哪裏入手呢? 美國上市的銀行股也有很多 香港上市即是本地銀行股也有的 內銀其實是十隻八隻 都可以有的選擇 我們應該由哪裏入手 先選這些銀行在哪裏做生意 還是由他們的業務規模去選擇 哪一方面行頭? 其實三個地方的銀行股也有好處和不好處 本身要投資的時間 平時可以美股還是港股也要知道 以及一些政策風險大家要知道 因為有好有不好 首先美國的銀行股來說 我們也知道可能是政策方面比較上透明 但是由於現在這個情況上 美國的一些經濟問題 由加息變成減息週期 美國銀行股可能是比較上風險會大些 因為黏住了政策的風險 以及之前我們學習的美國的銀行股 其實四出都會尋找商機 我們見到馬來西亞有生意做去馬來西亞 香港有生意做來香港扎根 但是自從之前的次案來說 大家都會比較擔心借貸的問題 包括上一些Mortgage 我們見到美國銀行股 現在開始慢慢又會做一些比較上風險 進取很多的房地產生意 我只覺得除非熊市真的會來到 而美國的房地產其實是全球比較健康 起碼那個叫做Price to Income Ratio 即是一個人不吃不住 多少年才買了個中位數的單位 美國是驚奇來說其實是挺健康的 健康過多多多 Sydney這些地方 所以如果銀行是適當的進取 其實對於美國銀行股的收入是供應好的 那麼不好處就是剛才說的政策風險 以及一些私隱問題 以及一些罰款問題 都累積了很多十年都好像未解決 這個是美國的銀行股問題 之前也看到瑞銀有份報告說 就是他們銀行股最大的風險 就是美聯儲究竟減多少息 就是可能你每減半厘 那就是銀行股第四季度的表現 就會再弱一些 就是逐級逐級下去 那麼香港的銀行股 又跟美國有什麼分別? 香港銀行股 我們一開始投資的時候 都可能最熟悉都是匯豐 那當時其實是一個國際平台 去做一個用資中心 又或者做一個國際金門中心 那麼 但是隨著一些大的資金來 因為是自由兌換 自由開放的 那麼美國啊其他公司 都可以直接來香港去做生意 那這個就是它的風險了 那麼大家都會覺得 可能現在這段時間 香港的金門市場可能會比較動盪 或者中國雜資就不需要香港了 其實就不是的 因為大部分中國的一些融資 可以說差不多大部分 或者絕大部分 都還是靠香港的平台 現在就是了 香港裡面的銀行股 有多少百分比還是香港本地的銀行股 譬如匯豐啊恒新銀行 這些真的還在拿著呢 所以我會覺得風險會大是什麼呢 即是香港還是有一個融資雜資的地位 但是是不是還是匯豐 那麼這個是成為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那麼 那麼之後到第三版 就可以選擇的就是內銀 四大內銀為首的 當然還有一些二三線梯隊的 內銀股的角色上 或者在市場上的定位有什麼不同 內銀就很不同 其實全部銀行股都跟美國的銀行股 都差不多這樣做 但是如果真的不是玩開中國的一些銀行股 會覺得是比較奇怪 但是中國的銀行股 其實都是分開四間的國外銀行 建設銀行、工行、農行 還有中國銀行 對中國銀行 其實他們每個銀行的目標 都是跟政策掛勾的 其實建設銀行真的去做建設的融資方面是主要的 那麼工資銀行就是 commercial 中國銀行可能做一個國際化 或者打開branding的一個效果 那麼農業銀行就是做agriculture 那麼跟美國或者其他的銀行是不同的 就是你有生意就做 沒有這樣分到那麼盡 所以唯一最主要我們會知道的政策風險 就是政策風險 但是好處是什麼 因為我們平時可能看多些報告 或者兩會 一些會議 那麼主要國家的政策 是扶持哪一個行業 其實基本上你就知道 譬如他扶持基建的 一帶一路的 那麼建設銀行的業績 可能會多些生意 或者好些 所以這個是有好又不好 它比較上沒有美國銀行股那麼透明 但是當你知道的大方 其實那些銀行股就 或者機會在那裡 或者經濟在那裡 其實走不了幾間 就是很一致 這個也是它的好處 那麼不同做法 就可能中國銀行股比較上 壞債那裡會多看一些 所以多一個比率 大家要知道 看回就是資本充足率 全球銀行都會看的 還有可能中國的內人股 就要看多一些壞象率 那這些壞象率 在10年到現在其實是低了的 但是可能是兩厘 兩厘、三厘 但是比起美國銀行股還是高 這個也是短期上 如果內人股有調整 也是市場做的借口 令到它下跌的機會是大了 師傅 我也想你幫這三位同學 排一排位 美國的代表 跟著就是本地上市的代表 還有就是真是內銀股 三個不同的選擇 如果計算風險因素的話 哪一個最高呢 如果集穩風險因素的話 其實一定是中國 內人股是比較上風險高些 因為股市來自的風險 其實不只是你給成本幾多錢買幾多手 其實最主要是一個不確認性 如果不確認性高 其實是對於投資界最大的風險 因為你不能夠去計算到任何的模型 以及股值的模型都計不到 那我出不了手 這是完全最大的風險 第二個風險 我要分短期和中期 短期可能是美國會大些風險 因為剛才提到的政策問題 中長期的確是香港的銀行股 反而我會覺得定位好像開始模糊了 即是中國要做的融資 又可能不需要再靠中國 香港本地很specific的銀行 就算要做 可能他亦都要和其他國家或銀行賺生意 譬如美銀成洞洞 之前美銀亦都買了建行 所以他之前的勢力都比較上高 所以我這樣排位 然後當然要計算一下 是否值得買 譬如用股值去計算的話 三個了 有哪一個是最值得買的 大家要留意 看銀行股 我只覺得是不需要著重盈利 盈利增長是重要 但不是第一個重要 第一個重要 其實他要看回會計的三大報表 最重要就是銀行股 對他最比較重要的 是資產負債表 他的資產的淨值有沒有再上升 推動到資產淨值 當然利率會推動到盈利 如果貨幣的走勢 是直接影響了銀行 譬如以內銀公行為例 如果人民幣是不斷走弱的話 市場當預期人民幣會繼續走弱 其實大家不需要等下一份的報表出 都知道公行的價值是縮了幾多百分比 因為它裡面是拿著銀行股 鈔票或者有關的業務 所以一貨幣動 其實銀行股是很容易足的 如果貨幣走弱 那個國家銀行又會上升 所以我們會看的是市漲率 哪個現在暫時最低估 是必定內銀股是很便宜的 因為市場是0.7多 即我會計報的表是有1億 我現在只剩7折 但是否代表它馬上買得便宜 不是 因為市場就是剛才說 預計人民幣會走弱這麼多 所以它有這樣的貶值 所以你看看業績和貨幣會不會有機會跌三成 如果在未來的一年或中長期的話 如果沒有便是抵買 如果你覺得人民幣和業績會跌三成 那現在0.7的市場率是合理的 有些時間我們可以再講到市場率的問題 好 看看師傅的名單當中 就是接下來第四季 會不會放些銀行股下去 去到10月的時候 我們也要看看 接下來第四季的投資展望是怎樣 究竟環球金融市場當中還有什麼機遇 留意著我們這個環節